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相风水方面的困惑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来看几种面相 所谓鼻直硬起富贵无比 鼻直硬起指的就是鼻梁挺直有力,印堂平满 这种人大多数内心非常正直,做事积极非常有志向 做事也特别坚持,心胸宽阔,富有宽容之心 遇到事情喜欢思考,为人非常的有远见 这个格局也是比较开阔 为了自己的目标不断的去努力奋斗 不喜欢中途放弃,在事业上容易取得不错的成就和发展 这是一个 我们看一个这个,这个是鼻直硬起 这个是什么呢,脸型呈正方,聪明有主张 那么脸型看上去方方正正的 也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国字脸 这种脸型呢,重要的特点就是额头方阔,下巴平宽 下巴平宽,腮骨呢,微微的隆起 这个有这种面向,大多数性格比较沉稳 头脑聪明有智慧,眼光非常独到 而且呢,很讲信用做事啊,很讲原则性 非常踏实,稳重,忠诚度高 坚持的事情就一定会去做完 很有主张,不会受别人的这个情绪的干扰 这是一个 那么还有一个呢,是这种 这是这个翘嘴,珠子会翻蓝 翘嘴,珠子会翻蓝 嘴唇呢,这个翻嘴,唇薄,两头船 就是说啊,所谓的翘嘴,珠子呢 就指的是啊,这个嘴巴比较小 并且往前捉,往前捉起 项书有言呢,男怕水蛇妖,女怕撅嘴儿 如果女人长得小嘴,小撅嘴的话 是非常不好的 这种女人呢,大多数不守信用说话 经常是颠三倒四 心眼非常小,做事啊,喜欢斤斤计较 而且呢,个性多变,有些反复无常 那么婚姻方面呢,也是不太顺利 嘴大无收,指的就是嘴唇薄 嘴巴合不拢 这种人呢,是比较自私的 喜欢背地里面,议论他人 这个,长舌腹,是论人是非 守不住秘密,等等 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呢,是什么呢 就是指的,这个额头啊 塌陷,眉毛呢,交接 父母早庞 在额项里面,这个额头在项项里面 就要称为火星啊 这个两侧的额角的位置也是父母宫 那代表父母的运势,如果一个人的额头啊 肩窄,塌陷,发肌线比较低 这种人大多数智慧不搞 做事啊,缺乏心胸和远见 跟父母的缘分比较薄 命中的容易克父母,让父母操心不断 这种人呢,大多数脾气不好 容易跟父母之间发生矛盾和争吵 这个父母的身体状态呢 也容易啊 这个我们说父母早庞嘛 就是说这个容易早逝啊 父母早逝 我们看还有哪些没讲的啊 这个 这个特点是什么呢 它有点这个牙尖嘴利 牙尖嘴利 牙尖嘴利就是指啊 这牙齿啊 尖尖的向前凸 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爆牙 正如这种牙型的人 大多数啊 争斗之心比较强 喜欢争强好受 缺乏包容之心 但人处事方面呢 非常苛刻 属于这个 蜘蛛必爆的那种类型啊 这个经常得理不饶人 不给自己啊 也不给别人留厚度啊 而且特别薄情啊 自己的自私啊 嘴巴能够能言善辩 喜欢强词夺理 缺乏信仪 一辈子啊 应该是没什么大出息啊 这个是人缘 也不是很好的一种啊 我们再看一个 还有一个呢 就是鼻子三弯啊 鼻子三弯的 就是这种啊 鼻子三弯指的 就是我们经常讲的 阴沟鼻啊 像书上讲 这个阴沟鼻子 着人心啊 这种人的鼻形呢 特别善于揣摩人的心思 像书上也有说 阴沟 阴沟旁塞不可交往 阴沟鼻和这个塞骨啊 突出来是不可交 不可交心 意思就是说啊 这种人呢 不能交往 大多数自私自利 眼中只有利益 特别喜欢算计啊 比较冷漠 喜欢背后耍手段等等 这是个三弯鼻 这个大概就讲的差不多了 那么还有什么看没有讲到的啊 像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什么了 凹眼睛 秃额头 这个生成不是好家伙 眼睛内凹 额头往高秃 往外秃 嘴皮往上翘啊 这种人非常傲慢 特别的失利眼 喜欢这个贪腐权贵 但看不起自己比自己差的人 哪怕是自己亲人和朋友 这个凸额头呢 指的是额头高凸 称为瘦心头 这种人一般头脑比较聪明 但是心气高 喜欢索取 不懂得付出 缺少感恩之心 这是太过自大的一种人 好了 有关这几种面向的特点呢 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 一共六种啊 那么如果是有八字手上面向 风水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我们下期 再见